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艳照年代越来越像一个比赛 现在你不能只是纯粹放一个艳照出来 艳照背后还要有故事 有故事 比方说你说艳照的人是谁 可能是老师 可能是什么家庭主妇 可能被空姐 可能被骗了等等 被强迫了 我觉得这样才有想象 有故事 今天最有想象 今天是军人 女兵还不是女兵 女军官 而且还不是大陆的女军官 是台湾的女军官 有差别吗 特别有故事 对大陆同胞来讲充满想象 台湾美美 你知道台湾女特务 是我 包括国军电台的女播音员 那是小人思春的时候 最早的性的想象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大陆塑造的那个女人 我不能够对她有什么欲望的 你知道吗 只有景仰 对吧 倒是电影里偶尔出现一个 你叫王小唐 那也是我爸爸当年的偶像 你想我爸爸七十几 我有一次在我们家箱子底 发现了一张碳粉 碳粉画的画 头发丝都画出来 然后一张小照片 就是当年的电影演员 王小唐 显见得我爸爸当年 那也是对他画的 一照一张小照片 就画出了一张很大的碳粉笔画 碳粉笔画画的那叫逼真的 因为碳粉画的特点画的就像照片 王小唐 后来我发现我们父子同好 今天按说这个时代过去了这么久 你看当年王小唐演的那个国民党女特务 哎呦 那个露着那个白膀子 那个真是啊 很妖艳的 那种妖娆 而且那个时候就国军电台一车 国军怎么到了哪 什么的 哎呦 搞得我 你说的是听敌台吗 哎 听的是 不是 听的是我们的革命电影里边 塑造的 塑造的 台湾女特务的那个形象 哎 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跟现在分别很大 你那时候光看人家露个六条膀子 就兴奋的不行了 现在 不 还有眉眼的 还有眉眼 对 那当然现在呢 更是眼界大开了 这位台湾女军官的名字 都很有特色 这个女军官呢 真是叫群众侦察 范群真 就是这俩字 也可以说他的针操是群众的 是吧 范群真 而且不是被干嘛的 自己弄出来的 说他的博客里有1500多张眼罩 自己放 自己拍的 哎 你看 代表性的一张 这张 范群真 我的天了 那这个台湾军方对他有处分吗 台湾军方啊 他退下来了没有 还是军人吗 退了吧 我觉得应该是退了 退了也是退伍军人啊 可能是吧 对吧 退伍军人 退役军人 退伍军人议内也是要受一些的监管的 应该不会的 假如退役已经跟政府没有关系 对 他只是退了衣服 然后 退役军人 人家还说呢 说说这是我第一次这个自拍 然后呢 他说这个 但是看到他自己拍的照片呢 他的自己评价叫神猪附体 就好像他不太满意 他说我的脸是很美了 但是我的身体打击实在是太大 但是我对于他的话 有一点我刚是打个问号 你说我刚看那一张 他说自拍吗 看起来不像一个自拍的镜头 是摄影师拍的 对应该 是自己同意拍 找人来自动去 自拍是自己同意拍 对对对 侦查是群众的 不是群真是群众的征操 然后退役军人是退衣服的军人 都得这么来解 他有说他的目的在于什么 因为一千五百张 平常我们自拍也好 找人来拍也好 好玩嘛 拍几张到无妨 今天的这个年代 每个人手机里面 没有几张自拍照 这个人可能心里变态 那就是我 那可是他一千五百张 一定有他的作用 有他的目的 反正说两个月 两个多月内 点击率达到两万两千多人 真是二万二千多人 很低啊 对很低啊 我放一张人文档的照片 就有微博 几天都不止两万人看了 就是因为 有穿衣服 有穿衣服 因为他是名人啊 对 范群真 他还在要借此出名啊 对不对 但是不是借此出名 咱们不知道 我跟你说啊 有的女的放出这个来 是有别的目的的 前一阵 就是一个下岗女工啊 是吧 下岗妹别流泪 挺兴走进夜总会 这不能这么说啊 不用挺兴走进夜总会 河南有个县 怀疑人大主任 就是这个下岗妹就说啊 我没有工作 然后呢 她答应 可以给我工作 于是我就陪着她 真是去夜总会 唱歌跳舞 她提出各种各样的 这个要求 我都逆来顺受 可是最后 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 男人呢 就最后不能搞这个事情 就是你没给人家办到 你知道吗 什么答应帮忙 睡了人家 不给人家戏拍 当然我说的是导演 对吧 这个是很缺德的 而且女人不会放过你 对 所以呢 她这么一弄 一弄 但是网上一下子出来了 就有一些不雅的视频照片 然后一查呢 当地 现在这个党政军 一下就查了 查说不是县人大主任 可是的确是 里头的一个党组成员 马上就免职 你现在你这都是 色子头上一把刀 所以这是有失身份 但是假如说他做到了 就说到做到了 睡了人家 还给人家办了事 那就可以了 那到底有道啊 他现在是欺骗 因为中国人嘛 最讲究意气公道 可是说回来 现在很多女生 都喜欢把照片放出来 那我们看到 刚说是一个比赛 每个人越来越 越来越 你那个照片好看 有故事 我的故事要比你更 更那个更吸引才行 那后来我们看到 达到他目的的 好像没几个 我们看到有些人 后来是把他的照片 出了书 出了写真集 那其他的成名之后 能够有什么赚钱的途径吗 在中国大陆有吗 我觉得是奉姐这种 奉公姐姐是挣着钱了 对 这种裸的 就曾经有过一个 他们那天 广美还说 有个叫甘露露的 你知道吗 听说 他妈拍的裸体的争婚 闹起一阵风波 就说他呢 就感觉过了一阵就平息了 似乎你说是不是赚着钱 这咱们不知道 但赚是能赚 因为中国各种的野台多得很 比如说一个什么小地方 什么店开张 你为了吸引人家注意 那不管好丑 反正是个名人 就找他过来登个台 怎么样 那是肯定有的 空姐在大陆捞得盆满钵满 空姐 苍景空 苍景空在大陆走学 那他是巨星 苍景空那不一样 不能跟这个比较 可是话说回来 假如没有赚到钱 我觉得更值得尊敬 纯粹分享 就不是为了钱 纯粹分享 对不对 就像写文章 不是为了拍马屁 那照这个说法 那刚才那个人大那也是 他说我们是纯粹分享 对不对 谁说谁说睡了得办事呢 这个所以我就发现 我基本上是性自由的 但是我有一个疑难的地方 就是涉及到官员的 确实这个事 就好像就不那么简单 涉及到 你看一扯上一个公 一个公务员 你就不一样 你看最近 有权力吗 我跟你说 最近这个征婚节目 你知道吗 就是火透了 就是封了的 大家已经火完了 就钱一点更火 就是 就是什么人都往上 要去征婚 而且就是这种 疯狂到什么程度 东北那边 不是一通缉犯呢 对 忘了自己是谁了 上去征婚 给公安局看一下 哎 再把上天入地找你不找 是个杀人通缉犯 杀人通缉犯 所以你想看这事 我就觉得 我看那个新闻 就是征婚节目的魅力 到底在哪 居然大到一个地步 让一个通缉犯 你想看都要杀 没错 而且最近 有一个文道 我给你看一段 浙江卫视 其实最有名的什么 《非诚勿扰》吗 是江苏 浙江卫视也有一个 婚姻征婚的节目 最近出了个情况 这哥们呢 上来说 我是公务员 而且我是一家私企的 幕后老板 我年收入50万 那么你要说 他 有些时候 中国人 他很糊涂的 你知道吗 发展中国家 他可能闹不太清楚 是不是法律规定 公务员不能坚韧 他不是哦 他还在节目上说呀 他说我不是那个老板 我是幕后的老板 因为公务员 是不能做这个 你看他们找到这个视频 上面打的职业是公务员 实际上我还接任一个私企的董事长 只不过这个企业的反人代表 不是我 这个大家可能知道 因为公务员是不能参与性上的 但是我占有这个公司 51%的股份 所以我是这个公司的幕后老板 这哥们的名字叫蔡宝辉 现在网友管他叫幕后哥 但是我是幕后老板 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 我们这几年不是老说 很多官员说话很雷人吗 对不对 什么话都敢讲 什么都敢做 常常被大家形容说 今天中国有一些地方 官员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这个肆无忌惮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为什么能够做出这样的事 表面上看都觉得他很笨 很傻 对不对 其实不是 你想想看他那个状态是什么 他说的那句话 你仔细听 他说大家都知道 公务员按照法律规定 是不能够做一个私企老板的 所以这个法人代表不能是我 所以我只能是幕后 他这么讲 他这个讲法 其实背后已经假设了 其实人人都知道 这种情况是很普遍的 而人人都知道公务员是不能当私企老板 他唯一的问题只在于把一个大家其实都知道的事 没错 公开说出来了 对 他就少了一根弦 但是实际上他觉得呢 这个人同此心 这有什么不明白呢 对 这是个常识 这是个常理 这是我们的常识了 对 对吧 所以他还不是少一根弦 只是他在让他让我们看到今天中国已经出现一种情况 就逐渐的有很多人开始把潜规则当显规则了 把这种潜在的情况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呢 对不对 所以你看你写的书讲常识 其实这个常识啊 有的时候像这种东西 我们已经是常识了 就是说我要公务员 我去经商 那我不要当目前的老板 我当幕后嘛 这是常识啊 这就是太常见了 好比说你看又又有一个人把常识说出来了 我那天看也挺可乐 福建常乐市 咱们老板 环保局的局长 是 有个什么环保的污染什么的 记者打电话给他 他跟那记者怎么说 你不要一打就找局长 你一打就 你一个群众 你干嘛一打就找局长 局长这么不值钱吗 我觉得这种把常识讲出来的 还比不上最经典 是去年有一句话嘛 不是有一个高官嘛 这问别人说 你到底是代表政府的利益 你是代表党还是代表人民 你是代表党还是代表人民 你替党说话还替人民 用常识 没有我觉得看回这个人啊 倒是令我联想到谁 郭美美 我拉下看到郭美美事件 我就想到说 为什么你假如背景 好像蛮复杂的 很容易会让人家猜想 你的钱怎么样来 到底谁是你爹 还是干爹等等 有那么多 可以被人家拿来攻击的地方 你还敢在微博上面来炫耀 为什么敢把自己 那么脆弱的部分拿出来 跟这个人叫什么哥 他叫幕后哥 是一样道理的 OK 你为什么会敢把自己 那么脆弱 容易被人家抓住的东西 拿出来呢 我觉得他们的生活经验 让他们明白说 其实每个人都知道嘛 对 他不觉得是问题 对 觉得没有问题嘛 危险 这个哪里是危险啊 没错 所以说我们看到 因为整个社会运作 完全没有规则可言 有时候可以是很危险 有时候一点私人都没有 没错 他是什么呢 就是最后查呀 所以他们说 相亲节目是假的 至少我看这就不假 你查 没人没什么错 就是江西省九江市人防办的 你知道什么叫人防办吗 就是这个香港 可能没这部门 我们有人民防空办公室 人民防 防空 我记得最早的初衷啊 现在还有啊 最早的初衷是防这个苏修 给我们扔原子弹 防空 你说真的防空 人民防空啊 如果苏修扔原子弹 我们怎么办 那个时候我们都有办法 我就受过人防办的训练 首先我们深挖洞广激梁 有地洞 他现在还有这个 然后我们在小时候上过这个课 我知道有这个 但我没想到现在什么年代 你知道原子弹爆炸怎么办吗 怎么办 你不知道 头面对着爆炸的方向 然后握倒 握倒之后 这个两个手啊 脑门 整着他胸部啊 胸部不要着地 胸部这么空起来 要不把你心脏震坏了 后来我也怀疑 这个管用啊 最后一样死嘛 一样死 死得晚一点 据说这样能活 这个就像 这个就像那个老笑话嘛 飞机上面 飞机快要掉下来 那空中小姐 马上给你穿一件什么红的救生衣嘛 那你问他 没有用啊 飞机掉下去 一样死 他就会说 不是你穿了之后 你的遗体比较容易被发现 被辨识 比较容易被打捞起来 一样倒立 反正你说 这个 这种公务员 上这个征婚节目 你说 当他在说这个的时候啊 我觉得他是一种什么样的 因为我做节目 我也有就说这个人哪 真的在一种状况下 就好比咱们 有时候做节目 聊得太投入了 我可能也会说 文道我跟你说 你千万别跟别人说啊 我有时候就 人会不会有的时候会有 我觉得还不是 我觉得真的就像家伙讲的 是因为他平常从来没出过事 他真的以为 这个东西是可以在电视上说 他不是说话说着说着得意忘形了 而是比如说 就我不是跟你举过例 我在香港 有时候看到一些 内地的一些官员来香港住 来参观啊什么的 住在半岛酒店 海景套房 一个礼拜住下来 十来二十万买单 然后他就是 我拿他那名片 他就特别小的官嘛 然后他就住那 大伙就问说 这钱 我们没问他 他就说 别着急 这钱我自个的 但你钱怎么可能自个的 钱哪来的呢 他说哎呀 这你们都知道吗 他如果一个官员 他平常对所有人的这么说话 而没有人在意 或者不敢在意 或者他上司 或者他同事 或者他下属 或者老百姓都觉得不用管 无所谓 都晓得 天天这样 直到有一天 镜头对着他亮那个灯 他还这么说 他觉得是一样的 但是这就证明中国一句老话 真是祸从口出 我已经见了多 就刚才咱们讲到的 所有的这些事 其实你想想想 那肠子都毁清了 就是这一句话 马上党纪国法 你因为你现在就是 你只要在网上一出名 就你就这一句话 王永平免职了 你知道吗 就是你知道吗 真是这个嘴 所以我这主持人 我就最明白 你知道吗 管住嘴 迈开腿 不是就像是心脏病 管住嘴 迈开腿 什么吃素 什么什么的 活到多少 恰恰三言行广告 之后见 管住嘴 迈开腿 这个我有时候觉得 我们还是个发展中国家 你知道很多时候 你不能仿照着 就说好像是 那种很制度化的社会的要求 这里边还有很多 民情风俗的东西 你比方说 很多办公室在打麻将 这个我在我看来 也是都是常识 尤其是一些现乡镇 你知道 你看你记得帖子吗 省水利厅 某单位领导多年带头 上班赌博 撑陪妇女度过更年期 他斗地主嘛 打牌嘛 你知道吗 他你说他干什么呢 所以嘛 你看我就讲 今天这个国家 其中一个 我觉得很大的问题 就在于 我们过去理论上 比如说你只要静下来 想一想 就会发现 这都是不对的 但是逐渐的 我们是整个社会 有个价值观上的 典范转移 一下都对了 就你们前两年 大家都觉得 抄袭不对吧 你知道现在抄袭 是很正确的 谁说 我在香港碰到一些大陆的学生 被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朋友揭发 他抄袭 说你这抄袭怎么行 那教功课的孩子 都抄袭嘛 这怎么又不对呢 对不对 抄袭有什么了不起嘛 对 抄你是看得起你 对 那个态度 他的异症迟延 使你真的有一下 你会如果你 你比较气场 没那么强 对对对 对 抄袭怎么不对了 对不对 今天的中国发生着 一个人类史上 很罕见的价值观的 大转移 我稍微稍稍乐观 因为我碰过这种学生 我问他们 他们也觉得 好像没有不对 可是我从他们表情语气 我就猜 他们其实不是说 觉得这样对 他们就是要自我辩论 现在整个中国 甚至可能全世界 对什么事情 都要有个说法 就算你怎么样 不对 你要提个说法 你要把不通的道理 讲得通 现在流行嘛 网路也好 所有的电视节目 不管你怎么样丑 唱歌怎么难听 你这要敢 有勇气 把我那方面表达出来 我是感觉有些学生 可能是这样 他们不可能 因为他抄袭 不对这个最基本的道理 ABC嘛 道德最基本的原则 我觉得他不管 不管什么样 他总要提个说法 你才看得起我 也是他们 预长的生活习惯 所以不管自拍也好 不管去什么节目 讲什么 暴露自己脆落的地方也好 他要有个说法出来 可是我觉得这就 所以关键就是 接下来这几年 假如这几年下来 慢慢的大家 他们都开始 这种人多了 他开始形成某种说法 他真的会有说法形成 把本来我们觉得不对的 说成是对的了 然后慢慢 比如说今天有幕后歌 今天是一个幕后歌 也许再过几年 就是十个百个 签个幕后歌 而上电视这么说 他就对啊 这怎么了不起呢 但是我倒觉得 他有可能通过这种 这个微博网络抓奸的方式 会让一切慢慢对起来 也有可能 你比如说出了这事 他本来准备征婚那些官们 那些公务员 至少在电视上 不敢这么聊了 对吗 出一个事 治一个事 而且你比如说 还有啊 有些官员自己得到教训呢 你知道前一阵是昆明发改委 你知道吗 那个副处长 最后查出来 也是艳照嘛 拍视频 说集体淫乱 后来查出来 他一开始也给个说法 说PS的 脑袋是我的 脖子一下 是不是我的 最后终于承认了 这人已经被免职了 原来是什么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给官员下套 这样监督他 对吧 说说看怎么回事 就是有团伙啊 在那个卖银网站上 勾他 就是来银会 然后这副处长呢 就去参加 集体淫乱 他以为可能换期俱乐部 什么的 就参加 结果被人偷拍 偷拍完了之后呢 是为了 勒索 威胁 现在两边人都抓了嘛 两边人都要法办嘛 所以他是 那威胁不是为了改正社会风气吗 新卫说想图利 像刚说什么 上电视节目 这件事情 我觉得假如有好处 应该是说政府就要检讨 假如公务员又有什么规律 规则 比方说准许他去报备 他要批准 比方说要批准 哪些可以批准 哪些不能批准 是可以建立一套的制度 我觉得往好处 希望能够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